如果你的房子有五个卧室 甚至更多的卧室 然后你想要把它们一个个卧室 分开单独在Airbnb上面出租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那今天来好好跟你聊一下 怎么做单间 那我管理过超过三十几个单间 希望把这个经验呢 分享给你 让你少走弯路 出租单间百分之百会碰到的四个问题 停车 温度 脏音 还有公共区 好我们一个个说 第一个停车 你如果是一个大的房子 五六个卧室 七个卧室 你出租给一户人家 你其实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对吧 两三辆车停在drive位上面 搞定 那你如果说是 五六个房间都住满了人 然后大多数人都会开车过来 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停车的问题了 那如果自己家门口停不下 得考虑租邻居家的车位 或者就是给客人打好预防针 这里没有办法停车 让他们自己找别的地方的停车 或者给一些建议 周围哪里有停车场 可以让他们停在那 如果说你可以停 但是会车和车之间 挡着 那你记得在 他们入住之前 一定要收集他们的车牌信息 这样如果互相要挪车的时候 找不到人会方便很多 第二个 温度问题 肯定百分之百会碰到 有一个房间的人觉得热 另外房间的人觉得冷 那这个时候 你最好是可以远程调控 然后在中间调解 不要让客人之间打架 另外呢 就是在房间里面 最好有电风扇 或者是毛毯 让客人可以自己调节 第三个 噪音问题 那房客一多 肯定会有噪音的问题 你得要有明确的安静时间 并且严格遵守 让客人一旦觉得吵闹了之后 联系你 然后你再去联系 其他吵闹的客人 让别人停止 但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制度的问题 只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情况 肯定会有某一个傻子 他在那里吵闹 然后影响其他五六个订单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偶尔就会碰到 你就是得做好心理准备 那你在房间里面 可以准备耳塞 白噪音机 厚的窗帘 可以帮助客人睡觉 物标客户也很明确 学生 自费出行的上班族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旅游的 够了 那这些人呢 白天都在外面 晚上也就回来睡个觉 非常好 那这里呢 就要提到第四点 公共区域 既然是坐单间 其实很难像 度假屋一样 你可以远程 让一个当地的管理公司去弄 最好是自己 经常得去这个房子里面 看一下公共区域的卫生情况 就比如说冰箱里面的东西 要勤整理 有些房客退房了之后 冰箱里面的东西也不拿 放在里面 时间长了就坏掉了 然后要让客人 用完厨房的东西 就立马自己洗掉 不然堆积在那里 几天之后就乱糟糟了 特所如果是几个房间 公用的话 也是要经常去打扫 那只要解决以上四个问题 做单间就会容易很多 少走很多的弯路 那我作为管理公司 是不管理单间的 因为管理单间确实不赚钱 那我还是希望 可以把累积的经验分享给你 如果你觉得 这个期视频有帮助的话 可以考虑 用我的这个链接 开设你的第一个Airbnb房源 那如果用这个链接 开设第一个房源 我和你都会得到一些 现金的奖励 并且你可以在Airbnb平台上面 直接和我联系 我可以给你一些 咨询和建议 那这一期视频到这里 更多干货关注这个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